今天在十里人滩一旗搭202 这一架公巴来到总站 总站是滨海公园 我会下车到处拍下 请大家多支持,订阅我的频道 我先拍一拍这一站 它有什么车给大家参考 也有很多车来到这里 如果认识的朋友就可以知道 我就不太熟悉这些 我也是走到哪里 走到周围去探索一下 这个巴士站一下车 原来就见到威尔纳国际酒店了 那边还在建房子 这里周围就是这样 有些便利店 也有吃饭的地方 周围就是这样 拍一拍环境 对面有些楼 这里就是马路 这里我也是直行的 现在还没有十点 差不多 九点九左右 周围的环境就是这样 我走前一点拍 有路牌就拍 安慰大道 周围的情况 这边都是澳头 过了马路过来 有些便利店 这间应该是沙原小吃 前面有小笼包 粉面 一条街 走进去沙原小吃 拍一下价钱 给大家知道 当地的民生价钱 他也有很多食物 看到很多 有些牌 有些牌 有些价钱 湯类也有 十几元就有交易 这间是杭州小笼包 里面也有人吃 进来这间 因为想吃东西 有些价钱给大家看 真的很便宜 我叫了一个小笼包 小笼包 还有一个白粥 白粥是2元 好像给你一碟酸菜 这间是9元 我看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想吃 我叫了一个蒸饺 这个也是7元 卖箱也很漂亮 刚才吃了小笼包 刚才那个很好吃 小笼包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们多叫一笼小笼包 7元一笼 真的不能输 很好吃 而且包子 不会很硬 很老 真的觉得很好吃 这里是自己做的 那些东西 真的觉得很好吃 这个环境 简简单单 小店 觉得很舒服 周围环境感 都干干净 吃完了 走出来 这个小笼包 真的非常好吃 如果有机会过澳头 这边的 7元的小笼包 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 旁边有党兰州拉面 有些便利店 腸粉 周围的情况 就是这样 一直直行 现在店铺还没开 前面有些店铺 周围环境就是这样 另一个角度 我都一直直行 走到这个牌 才知道这里叫恒大伊山海湾 周围环境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周围的情况 不同角度拍摄 我又走回头 刚才吃小红包 那边见你 地产店 周围环境 见到地产店 拍摄一下价钱 给大家了解一下 这里的楼价 你看到以前的楼价 和现在的楼价 都低了 你见到它打斜滑了 对面也有些食店 我见到有些木屋烧烤 有个叫惠豪中心 对面这间酒店 我过去摆路 过来看 这间叫阳光海岸酒店 真的环境就是这样 这间酒店 这间酒店 阳光海岸酒店 入到来就是这样的 也有个护手梯 这样上去 另外一边 也是有些按摩椅 这间酒店 这间酒店 也有些规模 这间酒店 但是现在可能 疫情之后 就比较淡静 厕所都可以了 我见没有人才拍摄 这间酒店 还有一个小贵 桌堂 搭上酒店 应该应该 在桌堂里面 有张这样的字画 这样 这间酒店的装饰 我觉得挺漂亮 因为我喜欢这些装饰 这间酒店 也有一间餐厅 它有价钱牌 有早餐吃的 酒店走出来 对面就是这样的 这间酒店就是这样的 大陆环境 这间酒店 旁边也有一间酒店 这间酒店 这间酒店 我看它写着 就是 海湾假日酒店公寓 周围环境 前面写着 什么 澳头海鲜大饭店 有条路进去 前面好远的 就叫澳头海鲜大饭店 这个巴士站 就叫做 洗马湖 刚才202 我在奔海公园 下车 这里都成三个站 我走了三个站 原来都 这里周围环境 我这条片都拍到这里 都是澳头的范围 由奔海公园走出来 多谢大家收睇 多多支持 订阅我的频道 给like留言 另外我之前有段片 是拍澳头 拍鱿尼玛那边 我应该出了之前那条片 都是澳头 这是第二条片的澳头 多谢大家支持 不管 volunteers 下车 带 resonance 带 resonance 在此可